我是珊珊 昨天有位花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比较爆的养花妙招视频 也是有几百万的播放量 不过这个视频比起上一个视频更加显得坑人 因为他开始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 身价五个亿的花式老板绝不外传的五个养花妙招 我的妈呀 身价五个亿的花式老板亲自传授的养花妙招 那还能有假的吗 这必须得去看看 身价五个亿的花式老板绝不外传的五个养花绝招 咱们家里花卉黄叶的原因真的太多了 像烂根缺肥缺铁肥力过剩或者是浇水太多等等这些原因 都会造成咱们花卉黄叶子 而白醋加水能够治疗植物黄叶只有一种 那就是咱们花土盐碱化造成的黄叶 而且用白醋浇花呢 并不是随便一种白醋就可以的 必须得使用不含盐分的白醋 也就是那种配料表当中不含氯化钠这种成分的 除了这一点以外呢 咱们还要知道 其实用白醋治疗黄叶的主要原理 就是通过白醋来改善咱们土壤的颜碱度 以预防洗酸性的花卉则黄化病 但是如果是这个木锦丁香还有夹猪桃等等 这类洗碱性的花卉的话 千万别再用白醋去浇水了 否则只能只剩下一个空盆了 我就发现这些营销号怎么都和啤酒刚上了呢 各位花友们如果真的想试试用啤酒养花的话 还是不要忘记发酵一下再去做 另外我个人觉得是用啤酒做肥水的话 也就是一般的油济肥 比起不食肥肯定效果要好一点 但是如果想正儿八经的去醋花的话 还是要用专业的肥料比较好 这条绝对是坑人最多的 像什么啤酒啊白醋啊 好歹那劲不是很大 就算是养坏了咱们还有得救 但是用废油养花 大家千万不要去学它啊 前两天呢就有位花友 刚用废油养枝子花给养出事了 导致花根受损 好多花叶都黄了 这里呢先上和大家再说一下 用废油养花的话 一定不能像它这样 直接给浇进花图里面 因为这些油啊 在花图里面一旦发酵什么的 就会把花给你烧坏了 就算是它不发酵的话 那油脂啊什么的 忽住了花根 就会造成这个花根窒息 从而导致花叶烂根啊 黄叶什么的 如果您废底想试试的话 可以用筷子 在离这个花根远一点的土壤里面 给它扎两三个小孔 然后把废油滴一斤进去 这样就足够了 而且一个月 只需要用一次就行 除了肥皂水以外 烟丝泡水也被一大部分的大V 给过度神化了 其实我之前啊 自己实验过这两种自制的聚容水 如果说咱们单纯的用肥皂水 或者是淹丝水来预防啊 或者是简单的驱逐一下 一少部分的虫子的话 还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如果说咱们家里的植物 已经招来了好多的小虫子 那这两种自制的去虫水 几乎就都没用了 尤其是红蜘蛛 那晚上说这个肥皂水 对付红蜘蛛 可以让它脱水啊什么的 那基本上都是假的 因为红蜘蛛呢 有虫卵 幼虫 橙虫 这三种形态呢 就算是咱们专门的沙虫药 都不能够太有效的去对付它们 所以说咱们大家 如果说家里的花 已经招来了好多的小虫子 就别想要招了 直接用药才是最正确的 最后这一条啊 咱们大家还是单纯的 看看这呢吧 最初用这个土豆 牵插玫瑰花 只是外国 好像是俄罗斯那边的一个网友 给咱们大家开的 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没想到传到咱们国家之后 竟然被那么多的人 当成了精品妙招 不过传过来之后 除了各个的营销号之外呢 我是真的没有见过 哪个养花高手 真的能够用土豆 牵插成功玫瑰花过 而且还有许多人说 不成功啊 黑杆啊什么的 是因为有细菌 需要用蜂蜜 肉桂粉什么的 先来进行一下杀菌的处理 这里呢 咱们还是劝大家一下 别浪费那功夫了 大家信这个 都不如直接去淘一点 干净的河沙来试试 那比这个靠谱多了 以上这些呢 就是身价五个亿的 花式老板 亲自传售的养花妙招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哦 算了 大家千万别有兴趣 那花式老板 如果真用这些养花妙招 那就五个亿 不够他赔的 好了 养花其实并不难 关键再经验 我是任山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你大方的点赞 收藏 加转发 谢谢大家啦 拜拜 拜拜 拜拜